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課已經上完了 不知道你們還記得多少 今天的課程裡面前面我們有先講到一些向心運動 離心運動的一些差別 然後教練也有用器材來示範給各位看 那當然你在你的家裡如果沒有啞鈴的話 你可以用裝了水的礦泉水瓶 來當作替代的道具 那教練這邊再重複一下我們今天做過的一些動作 讓你們在之後可以在家裡好好的練習 我們首先第一個動作我們用啞鈴來練習原地蹲的動作 這個動作首先要注意我們就是慢慢的蹲下來 然後一樣是慢上慢下 好感覺我們的肌肉被拉長的時候 有在用力 好這是深蹲的部分 那還有我們今天還有練習到了測平舉 一樣是緩慢地放下 提起緩慢地放下 還有我們今天一樣有做反向飛鳥 這可能會難度會高一點 上拉然後慢下 上拉然後慢下 往上提 慢慢放下 好這個是我們今天做的幾個動作的一個提示 還有我們第一個小時的第二個部分內容是講到關於賽道上的補給 那這個部分呢各位有空也可以上去網路上找一些資料 然後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補給方式 那第二個階段的課程是由我們的品學員還有馬丁教練 帶來給各位的一些核心訓練 跟體感知覺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請你們要好好的利用之後 再加上班的時間 然後下班的時間能夠好好的多加練習 好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拜拜